今天我们还在装修中的新家迎来了第一批客人 荷兰哥的发小夫妻俩和他们的两个宝宝 这是我们比较凌乱的客厅 这个小宝宝特别逗 不管见了我多少次 每次见我还像见到陌生人一样害羞 他妈妈解释说是因为他现在到了害羞的年龄了 这是我们新安装的电表 给以后的太阳能电板和太阳能汽车都留了相应的插头 嗨,拍摄 以前这个小宝宝一见荷兰哥就让爆 今天也不让爆了 这是我们自己装修的车库 基本上吊顶和墙壁的保温板都快装完了 荷兰哥正在介绍他想怎么布置这个车库 墙角呢准备放上热泵 靠墙呢准备放上洗衣机和烘干机 荷兰哥也挺不容易的 为了装修操碎了心 从车库出去呢就是我们的后院 给大家看看荷兰奶爸的标配 就是肩上背一个婴儿包 里面放上尿布湿奶瓶和各种零食 今天天气有一点点阴 稍微有一点下雨 天气好的话这个院子是南向 阳光非常的好 发小致在说我们家的这几棵树修剪得不错 看着小宝宝多聪明 知道我可以带他逛一逛 主动牵起了我的手 这是我们的浴室 装修有点老 但是不打算换了 这是我们前两天拆了一半的二楼卧室 看两个这么小的孩子在二楼跑来跑去 其实还是蛮惊心动魄的 这个大宝宝很调皮 一刻都填不下来 轻搭订了一整理 对 小朋友人手一个甜饼 荷兰哥也拿着一个吃了起来 荷兰人爱吃甜食 基本上是从娃娃就开始的 吃完了甜饼 还要来一袋酸奶 喝完了酸奶还知道 把奶袋子还给荷兰哥 让他把剩下的酸奶帮忙挤出来 这个是还要用 吃病了 吃可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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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游戏座椅也成了宝宝们的新玩具 我们的房子也别的房子 我们的房子是一间房子 我们的淡电商卡妈咱们都做好了 感觉我们的家座椅子都很大 我们的房子准备了 我们的房子都蛮小宝 耶 我肚子太多了 不 我肚子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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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一口 咪咪咪咪咪咪咪 咪咪咪咪咪咪 啊 呀 好 那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 咱们下期再见呀